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百万美元买入的这个高额常规桌 就是10亿韩元买入 他们这个主池啊 一般他们下的都是韩元 最中间显示的是美元的底池啊 就是大家更能看清这个底池是多少吧 已经韩元是吧 要是你看一看我这1600万韩元 这也不倒是多少人民币啊 这里边库啊 在COA拿到了非常不错的90铜色 18应该也会尻 那这样的我们来看看这个三人底池 翻个牌看看有什么 一个其实非常简单的面 A27 德州普克最好的A 配上最差的手牌27 这三张牌 L3在有利位置中个7 打3200万看看情况 按理说这就是一般而言会直接拿下底池 但是库恩在不利位置选择了用90铲打 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意外的举动啊 转牌来了一张黑桃Q 就这里边如果发出一些红桃 其实库恩可以转投机的 这样的转牌都没有动 盒牌来张高 然后库恩这里边 应该又偷一箱了 他这个牌没有任何的开牌价值 他这里边假装扮演A啊 因为转牌 Alton也没有动 Alton有张A应该会继续进攻的 所以库恩这里边选择投机 Alton现在面对三张帽子 可能选择算了 因为对方中一张Q啊 说实在的中一些牌 有可能这么打啊 所以Alton选择算了 那库恩这个缠打 又赢下了这个底池啊 但是还是不推荐大家这么打的 打的有点复杂的这么打了 在不利位置 自己这牌和牌面没关系 可以直接气啊 不用打的这么复杂了 可能库恩是 他们打的比较细你知道吗 库恩可能察觉到 Alton这手牌有点弱 完靠一枪 就是进行个产打你知道吗 但是他这个是在不利位置 一般有利位置这么做还可以啊 不利位置这么做 其实挺不好打的 都大家就是都没有什么牌 最近前卫的人都没有什么牌 都是后卫的人在和忙助卫玩啊 这牌有点太差了 Alton看样子是很想玩牌 但这牌实在是不 他好强额A2还不错 还可以进行一个正常的加注注尺 其实这手牌 我是也觉得可以加大加的重一点啊 但是我没想到加这么重 我觉得可以加个2000万这样的是吧 加个3200万 我加的有点重了 迪均杨也是防守啊 觉得太像抢抢盲住了 拿一张K来防守啊 这个牌的背面看着有点眼花啊 93钩 这个牌其实强哥如果要偷的话 这个牌面就要想好啊 可能要偷两枪的 这个面 看看7000万的底持下手多少 3000万啊 直接气掉了 他其实 YK羊 其实YK羊倒觉得牌封 还是不太适合用K5这样的牌来防守的 可能YK羊觉得 这里边上海王抢盲的EV太重 如果他击中了K啊 或者击中5 他可能会拿到比较多的价值 这是干嘛呢 这YK羊就是在这 不是YK羊在这在干嘛呢啊 在给小费呢 他是在干嘛呢 卡卡卡卡的 KK啊 其实这个行为并不是特别好啊 那KK平尻尻 有个这样的 有可能变成一个多人底持的 Miking羊还是没浪啊 其实94红色这里边也不是不能尻啊 在装尾 好 这把 这把YK羊 AQ尻了 多人底持 他就尻了 前面有一手 他JQ 也差不多这种情况 但他JQ就气了 他的玩牌范围有点 哦 还真的发出两张方片啊 Miking羊没玩 这个牌 弹圈是弹圈起的Race 这个牌弹圈可能开一枪的 他毕竟是 算得上第二大的队的 IOTAN会不会Race啊 正常多人底持 AK 也能Race吧 可能尻的情况下会更多一些啊 但是这里边 Race好不好啊 反正也能Race 这个牌 不太容易出现 就是 别人是一些强买牌 给你打的比较凶啊 这里边KK加注到 一亿六千万 这里边正常而言都跟不动啊 这个牌这个Race全跟不动 Race加的还是挺重的 强哥好像真的很怀疑 IOTAN 但这个牌 确实这里边不太容易出现 那种比如什么三四方片 是吧 那种强买牌 什么花顺双抽的强买牌 不太容易出现 说什么 这里边 这个说话 这意味是要弃牌啊 其实这里边说会发的 这个发 没发出张六啊 发出269的话 说实话 IOTAN应该也会Race 但这个IOTAN 就有点 可能会损失惨重 就是KK在多人底持 平靠进去 容易出现比较大的风险呢 就是上个手牌嘛 IOTAN是在HG位 HG位他后边还有四个人 如果形成一个特别多人的底持 超队 就是不太好办的 还有这个牌面发的也相对简单啊 看IOTAN拿到Q 我加注到2000万 K10 直接不玩啊 曹瑞起来个三拜特 三拜特到8000万 小盲大盲有没有牌 哦没有 这个牌跟不动啊 正常而言 但IOTAN这个人没准 也没好啊 IOTAN这人有点摸不透的 你知道吧 正常而言是都靠不动的 你也可以啊 这个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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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仇码子 常规桌打得非常大 咱们只是大体说个大概 具体的问题还有具体分析 每个排局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这把上海王就是 前辈做过三拜 上海王应该想的是 如果后卫真有人做特别大的四拜 他应该是想气的 他这个三拜也没有很大 KJ这个牌不适合靠三拜的 但艾奥特选择靠 尤其是枪口家二位的三拜 有个AK什么的你说是吧 很容易别是AK的 或者够够以上的队子 对KJ都特别不利 这个牌发的 上海王两张帽子直接发出来了 应该还是打一枪看看情况 这里边艾奥特会不会尻也不太好说 应该是二分之一 四千五百万的这个处下的不重啊 大概可能三分之一底持这个样子 KJ也会比较难受这种牌 KH嘛 KH就得了call啊 带个带点卡顺 有黑桃也能再买黑桃啊 如果发出黑桃了 这里边上海王这会儿也怕对方 上海王的视角 他也怕对方有黑啊 这里头 这里边要不要再开一起啊 但上海王可能察觉出来了 他察觉出来就是艾奥特 他这里边排力不太强 上海王其实这个人 他判断东西还是判断的挺准的 又是一张Q 现在艾奥特 应该觉得不管对方有张A 有张Q都输了 但他这个牌面 其实他又可以偷鸡的 但是他可能觉得自己 实在是不容易领先对方 应该还是选择要偷鸡 下个这么轻吗 哦 也不轻啊 他拿个黑的 应该是 一亿一千万 我以为 我以为下个一千一百万呢 你知道我让俩筹码啊 我以为下一千一百万啊 一亿一千万啊 不Q吗 这里边上海王 他输Q啊 一张A应该不会这么打 主要是输Q输花啊 我觉得有点不是特别像 上海王这个人 我觉得这里边 如果是弹旋曹瑞啊 如果像上海王 这么怀疑对方 都会尻啊 但上海王这个人 可能他偏向于会跑 会跑 就在同样的情况下 就是同样的 都怀疑对方 是吧 那时候弹旋曹瑞 就更偏向于Q 我看上海王这个人 就更偏向于跑 上海王也觉得 对方打得很奇怪啊 看看上海王 会不会让我刮目啊 刮目 就耳目一新啊 刮目而看 他很怀疑对方 对方这手牌 也是打得有些奇怪 如果种花的话 一般 你会跑啊 怀疑对方 上海王会跑啊 如果种花的话 这里边小花 一般自己都会打的 怕再发一张黑桃 把自己小花反超了 你看咱判断的没有错啊 上海王会跑 虽然很怀疑对方 但这里边 如果是弹旋曹瑞 包括艾尔滕 如果这么怀疑对方 其实他们这种牌方的人 都会尝对方 说什么啊 说出自己偷鸡了 好像这个口型 耳朵在骂 Mb似的 这又是牌手 刚才就是涉及到一个 就是你对玩家 玩家类型的解读啊 玩牌的时候 你其实配件 会碰见什么松胸松弱什么的 紧胸紧弱呀 就各种类型的玩家 上海王就是有点 偏弱 但其实上海王这个人的 他德州仆克天赋挺不错的 他在勇气方面啊 就相信自己判断这个方面 其实是有点弱的 他刚才这手牌 他就判断的很准啊 他很怀疑对方 其实上海王有很多这样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很怀疑对方 或者他认为这手牌 可以起三拜的 你知道吗 他觉得这手牌 可以起三拜的 可以去抢底石 很多时候 他的判断都是正确的 但是他都是这么想了半天之后 他都是没有做出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行动 其实他的时机判断 很多时候都是对的 但他都没有做出来 其实上海王 我个人觉得 他就是离顶尖牌手 就世界顶级牌手 就差这个最后的临门一脚 他的判断啊 包括他的牌感 尝尝的感觉 都其实都是准的 都是对的 很多时候都这样 但说实话 这一步也是非常难以突破的 就比如啊 从紧弱到松胸 就跟这一步一样 这一步是非常难以跨越的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能跨越的 随着你德州普克 就是独牌技术 就是水平越来越高啊 这些东西 其实自然而然 就会跨越过去啊 但你当时 但是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其实你要想跨越 你会感觉非常的难啊 你不能说非常难 跟阴阴而异还是 但整体上确实是比较难的 你像独王德万啊 跨越这一步的时候 他可能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难度啊 但总体上 对于正常人而言 是非常难的 德万应该也是比较难的 但是他会比别人跨的 就是和大多数人相比 他会简单很多 被谭轩三拜特了 这时候也是强哥不相信谭轩 其实强哥这个判断也是对的啊 其实QK这种牌 不是真正意义的具备三拜特的牌里 这里边强哥选择call 其实强哥被对方主导了 那谭轩这么一 强哥一call 谭轩也有点没有把握 但QK确实咱们前面也说了 是不是这个视频我说的 也是在COA我说QK 我说这个QK是可以做三拜特的 那把QK是个call 那这个是枪口位啊 我前面一手牌QK可以三拜特 应该是COA可以对HJ位 和HJ位的前一位 对枪口位其实做三拜特 没有那么好 这两个人的牌力都不错 买剩下顺子 对买最大的顺子 把两高张 按理说这这牌不会 正常而言强哥这牌不会弃掉的 这Q啊 其实也可以 这个牌的范围和弹轩并不太匹配的 除非弹轩是超对 其实某种程度上强哥这个牌 可以再加注回去 但是再加注回去 你就要抢一个风险 你如果加注回去了 这个牌就要做打光的准备 对方要真再返加回来 你这牌就和对方打光啊 因为90勾圈 带两高张 有一张草花是吧 也能有花的出路 所以这个牌 这个牌也能尻啊 但这个牌 我觉得如果你气掉了 就有点弱 90勾圈 这牌真是挺不错的 你有时候要 就是这个牌 假设谭轩是超对 你这个牌 也并不是很怕超对 而且谭轩这个人 打牌范围比较宽 很有可能没有东西 他这么做的 这牌应该上海帮不会骑啊 这应该是一个call的筹码量 call啊 说实话 这个时间有点长 说实话 谭轩也不想 为什么考虑这么长时间 最后是call 中张9吗 中张10吗 可能谭轩也想的 一张6 这个这张发的对两个人看起来都不太好 这张6 其实这个牌发的范围和两个人都不是特别匹配啊 一个是枪口味 一个是谭轩座的三败的 这个牌发的有点偏小 这里边由于上海王 福老博是个call啊 所以他转牌也会check 很难这个时候他在做行动 弹旋继续call啊 不是弹旋继续偷击啊 下注两翼 这时候其实这里边就是有两个决定 乱照吧 一个差不多就相当于 反正里边没有call的选项 说实话 就也不是不能call啊 但call起来特别不好 这里边要不弃牌 要不加注回去 但是加注回去的筹码量又有点尴尬了 现在底池是5亿的底池 其实这里边就是all in了 基本上 5亿的底池 后手还有6亿 这里边要不弃牌 要不好练 call不太好啊 你在不立位这儿去买牌 因为你买牌的胜率本身就低 去call去买 肯定是有些负一位啊 上海王还是选择call了 其实call的决定是特不好 最不好的 他call也没有主动性 他也不太好转偷机 他不太好转偷机 所以他这个call如果中不了牌 就有点偏送了 这里边弹圈一个薄命偷机三条街啊 两个人全是空气 他这里边强额就弃牌啊 这个转牌这个决定 其实call的决定不好啊 这个转牌按理说 就是你能call吧 但是还是这里边弃牌 或者你就直接all in会比较好 打别人的弃牌率 因为你call 你去买的话 其实你肯定 你是胜率是低的 OK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